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6年北京下土了 当时张艺毛正在拍满城镜带黄金甲 没错 有人说他花钱买了沙子 均匀的铺在北京的大地上 是为了拍他的电视 没错 而且你知道说能落下多少 说是23到24号在澳洲的一个地方 24小时之内一个小时天上降下1.6万吨沙尘 这不就把钱活埋了 我感觉这个 他那沙尘报跟我们这边没关系 是吧 全世界都有彼此有联系 这得汪老师说说 对 其实说起沙尘 我们小的时候 北京也是每年到了春天 也会有很大的风沙 很多南方人不愿意到北京来 就是原因之一 就是北京的风沙太大 卢信就写过 说其实北京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的 每年风沙这么大 骆驼翔子当年拉车的时候都有 但是现在的确实是已经超过了 这个以往的那个城 以往啊 就是北京啊 就是他其实沙尘啊 他分沙尘 沉和沙尘报 它是有区别的 现在呢 就是比如说 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汽车上 北京下土了 那次2006年 有两个科学家 他们一直在研究 因为大家都说要制沙 因为老这种沙尘报 大家觉得受不了 怎么办呢 我们这两年种树 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 把羊权都圈起来 防护林工程嘛 对 把最 最是把人家牧民 全都得给羊权都圈养起来 其实羊人也需要自由 人家要在广阔的放牧 游牧的 有些我们属羊的 比较了解这点 全都给圈起来了 但是呢 这两位老先生 一个叫韩同林 一个叫林景星 他们是北京地质科学院的 他们就 就用化验 昨天我给他 我采访他们的时候 他们正在化验 这次的这个沙 是从哪来的 他们就 对 他说结果还没有出来 要两天才能出来 那06年 他们就发现 其实呢 他们有两张照片 一张 当年我采访他们的时候 给我看一张是 伊拉克的照片 那个就 农 就是卷着的那种的黄沙 那个真正是沙 沉 报 最重要的是沙 而我们呢 他们测呢 最重要的是沉 而不是沙 沉是哪里来的 沉呢 他们后来就发现了 他有一次和一个北京的一个知青 到那个叫是那个查干诺尔的这个湖去发现 那个湖 原来内蒙人管湖叫大孬小孬 就说他们插队的时候 大孬小孬都是满湖的水 非常漂亮 知青在那又钓鱼 又野炊这样的寻求浪漫 但是慢慢的小孬没有了 后来大孬又没有了 结果这个 韩同龄他们去考察的时候就发现 这个湖干了以后 他这些湖都是盐湖 盐碱湖 然后呢 他的那个 他的那些干的东西呢 只要一碰 立刻就碎了 只要一点小风 这些碎了的都就随风飘扬 而他之所以能够搬运的那么远 不是沙 是重的吗 沙是重的 对 他的起的高度是有限的 而这个沉是可以很远的漂浮的 哎呦 所以现在没有弄清楚这个沙源 就北京的沙尘暴 这个沙源要谈治理 就会无地放适 昨天香港的头条新闻 就是香港的污染是达到近年的最严重的一天 就全都看不见 然后学校的体育课停上 你知道 学校的时候说他们检验出来说对小孩这个身体不好 对对人体是有 呼吸吸鼓是有很大的 这一轮这个沙尘暴啊 有点偏难 而且呢 影响的范围啊 对 非常广远 像就是你说香港 我们这有资料啊 空就是最严重的这天空气污染指数 超过500 他们说超过200对人的健康就有影响 超过 你看 而且你看这个事就挺有意思 都刮到哪哪去了 就是说 在中国呀 是16个省区 180万平方公里 2.7亿人口遭到沙尘天气的侵袭 然后呢 这个 这儿还有一个 就是呃 今年2月3号 悉尼召开的碳农业大会 说中国土壤的流失速度 比自然补充的速度高57倍 就是说你现在什么退耕还林呢 这些你赶不上他土地沙化的速度 吹到韩国 你看韩国说 沙尘每年导致165个韩国人丧生 导致180万人患病 带来58.2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你看这就说到香港 逼近500吗 这个这个指数 就会带来一些什么呢 眼睛不舒服 咳嗽 痰多 喉不不适 这简直政府要通知市民减少户外活动 所以他们还讲呢 说是青岛 哪壶不开 提哪壶 有一个什么全民健康的那个走路的 正好是那天 正好是那天 说满天都是沙尘 还让这个市民在大马路上那个 见不走啊 然后你看台湾 21号 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沙尘影响 这个台湾宜兰呢 天上下雨 下的都是黄雨 你 那个台湾宜兰的的人就说啊 说再下两天我们成兵马俑了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你看这啊 这个韩国气象学家 怨中国 说这些沙尘在到我们这之前 经过中国的工业地区 所以含有二恶鹰等致癌物质 然后日本环境大臣叫压下一这名字 压下一郎 说不清楚为什么中国把有关沙尘的资料当作国家机密 他说空气是没有国界的啊 然后你看有韩国网友还说真想把中国全都用塑料布盖进来 但是北京市民说的段子是什么呢 早晨一觉起啊 黄沙铺满床 北京沙尘暴可惜飞黄金 这是说现在沙尘暴的这个影响 对其实这个沙尘 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他是沉 就是他的我们现在可能就要谈谈他形成的原因 就是我去年参加过一个这个在罗马 一个就国际记者年会 每年就全球关注环境的记者有一个聚会 然后世界资安基金会呢 他们就从全球请来了很多这个叫气候变化见证人 其中有一个见证人就是蒙古国 就是蒙古的一个老大妈 这老大妈有16个孩子 好家伙 他给我们他给我们放了一张照片呢 就是他们家在 其实大家一说起沙漠好像就觉得没有生命 但是其实沙漠它是一种像一种海绵似的蓄水 它的地下是还有很丰盛的水的 我们很多的我的一些朋友在内蒙插队的 说他们那种沙窝子 那里面不单有水 而且有小的非常怪的那种灌木 那种怪的那种沙柳 非常漂亮的 那这个老大妈呢 就说他的16个孩子就是靠这一壶水 非常漂亮的一个给我们放的一个照片 他打鱼 他这个放木 全都是靠这个水 但是全球气候变化 这湖越来越少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以至于现在基本上就干了 没有水了 这个地方应该说 像我们中国前几年一说沙尘暴 就说过度的放羊 过度的放木 说北京人吃羊肉吃的太多了 你们要吃羊肉 内蒙就得要大量的养羊 然后这个羊呢 是破坏草场 那现在现在很多的照片 卫星云图看 外蒙 其实他们的那个沙化的退缩的 就是这个草场的退化 也是非常严重的 特别是这些湖泊的干涸 对 也是 是是他是有全球气候变化 但是全球气候变化 其实现在国际上已经公认了 是人造成的 所以会跟结底 还是人造的念 但是你刚才说到这个蒙古啊 网上你知道有一段啊 这个沙尘暴啊 这个内蒙阿拉善蒙 就拍到的一段视频 就是这个沙尘暴 咱们可以看看 这个微微壮观的 你瞧 就是这么这么牛 这就像是沙漠上的海啸一样 这么大的这个这个沙尘暴 这家真是 它下面又是水好像是吧 是吗 不是不是 现在不是了 那刚才有一个镜头 就风刮起来的这个沙尘暴 车里拍的 啊 这好家伙真是遮天蔽日啊 所以现在就有人又开始说了 说现在地震密度也越来越频繁 然后这个黄沙碧天 是不是一个末日之相 这个网上很多人啊 又在搞这种恐怖预言 你看天就黑了吗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这个有些日子啊 节日咱定的 现在就跟讽刺似的 比如最近正是水日吗 3月22号是国际水日 水日 而且网友说成了被水日了 现在全世界有25亿人缺水 70%是在亚洲 25亿人缺水 70%在亚洲 然后再说什么植树节 植树节 你看看这张照片 网上就出来这张 说是什么人大代表 还是政协委员呢 带着鞋套在这植树 人网友说感觉就是拍了照 就走人的 就是 我就觉得就说 这让我有一个联想啊 就是说 中国办的很多事啊 好像是什么呢 为了一个名义上的正确 名义上的好看 比如说植树节 大家都去植树 或者说 模模糊糊听起来 比如说沙尘暴一起来 我们国家建设了十年还是什么的 三北什么防护林 什么什么的 但是呢 我很少听到 就像类似你这样说的 从科学的角度上讲 这个沙尘暴的源头 是不是这个 植树 要植什么样的树 防护林 是不是能够解决沙尘暴 现在有人悲观了 说你看 奥运会那年好像没什么 但是怎么这过了奥运会 咱不是建的防护林吗 怎么这沙尘暴依然年复一年呢 对 实际上这个种树啊 其实是有的时候是 我记得我前些年啊 呃 有一个叫中国记者林 在内在通聊 然后呢 当时我就问那个当地的老乡 我说咱们这应该是沙漠 也为了说 就说草原后来改成沙地了 我说怎么会 呃 原来是什么 为什么现在要种树 他说原来都是草 草草原 我说那为什么要种树呢 他说种树才有钱呢 哦 就是政府给种树 就有就林业局就会给钱 给钱呢 当然就种了 他就不管 而其实呢 你看我们的 比如说草原哈 我我们后来到内蒙去 了很多次采访 他本来吧 他即使是他退化了 他有一个沙壳 他是硬的 可是你这样一种树呢 就把那个沙壳给破了 所以他造成流沙 而这些树呢 他本来他不适合 这个地方长树 然后就跟一个一个的旗杆似的 满眼放去 就是一个一个旗杆 然后他挖出来的那个草 挖出来的那坑旁边呢 就是一个小坟头 坟 就是一个小土坡 小土坡 跟那个 我们就管那叫树的坟头 结果造成了大量的这种的 其实造成了很大的破 这样的破坏 我觉得其实是 也说的好听一点 是我们人类缺乏对自然的认识 对吧 我们不知道 其实这个种草原 你要想人为的 想去种树是不对的 要说的严重一点 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的发展模式 是不是要重新思考一下 你像我看到一些材料 说这个沙尘暴 当然它不光是中国呀 这个有这么几个地方 像是什么美国西部 也有沙尘暴 还有这个中亚 中非这些地方 都是闹沙尘暴的 但还有一个澳洲吗 但是我就听你刚才讲 就是人家澳大利亚 这个治理啊 就是说呀 不但这个牧场 要这个轮木 就你不能让这个羊 一直都在这吃 而且呢 每年你养多少羊 在一块草场上 养多少牛 养多少羊 这是个非常科学的 它能承载多少树木 就养多少树木 人家是一个整个的 科学管理体系吗 对 我们现在就是 要不然我们就老说是无序 其实很多的时候 人家批判我们这些环保主义者 说我们阻碍发展 说我们是甚至是是是是 伪环保 有的人怎么说 对 其实我们很大的程度上 强调的是有序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 韩同龄 他们这些科学家 他们发现了这些问题以后 他们就觉得我们不能盲目的 就说我们有大量的 现在在种树上投了大量的钱 可实际上的内蒙的 现在的这个沙尘呢 是应该去治湖 因为你湖干了 你才有这些非沉 非沉吗 对 对 对 然后他们呢就给温家宝写信 人家温家宝总理 还真的是就请了13位科学家 来认认真真地听了 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这种研究报告 对 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对策 比如说他们说 这些湖应该让它下雨了以后 怎么想办法能把这个水蓄住 然后呢 这些水蓄住呢 其实海水养殖 他们其实沙漠里这种盐湖养殖 也是很很好的 纯生态的这样的东西 可是没有 现在他们的这种科学家和这种的 从这能够变成产品 这个之间的这种的 没有人来去做这个 可你说澳洲治理的好 它不沙尘暴也这么大吗 你得想它不这么治理 沙尘暴可能更厉害呢 我总觉得这个天你是斗不过的 你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观点 就是现在也有人认为啊 就是这个天道 其实因为他们这个科学家的研究呢 就发现我们的 你想内蒙的 刚才我们说的外蒙古的那个湖 可能有很大的程度 是全球气候变化 我们还得承认 我们的这个地下水位 现在越来越低 我们的冰川的融化 这个是跟人的这种过渡的 这种消费或者二氧化碳的排放 温室气体的形成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这个如果说这个离我们比较远 但是我们可以看我们 我们的近处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离北京人说最近的沙漠 已经很迫的逼近北京了 那这个呢 其实跟我们这种的 湖泊的这种干涸呀 香港这么远 我这个完全外行 我根本只能说外行话 我的实际经验是 我前天学校里 我的车刚擦干净 打了浪 昨天呢 我就非常奇怪 我车怎么这么脏啊 我现在想起来 是因为这个关系 就是一天 他这个车就是不是脏 就是说他去蒙了 就好像到了一个矿场 去过了以后一样 这个是在香港啊 然后我坐飞机到北京 北京现在晴空万里 什么都没有 你现在要我相信 我那车上那些沙是从蒙古的 一个湖底推过来 这么飘扬万里 我总觉得这个事情挺玄乎的 这是不是个气候问题 不是一个沙的问题 对 我刚才说了 近处的 比如说我们有 你像他们科学家的研究 这些湖底 有就是上游截流了 上游修了罢了 有的是为了灌溉 有的是为了养鱼 有了发电 那么这些湖 现在内蒙有大量的湖全干了 这是我们近处的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全球气候变化 为什么说现在是全球气候变化 人说 说全球气候变暖 现在北京今年下了这么多雪 这么冷 应该是不是全球气候变冷了 其实现在科学家的说 我们不用全球气候变暖 我们说是全球气候变化 就这种极端的天气 为什么叫极端 就是超出了正常 那为什么超出了正常 那现在科学家的分析 或者说我们自己都能感受到的是 我们把那么多的河给结了 我们把那些树全给砍了 我们把水全污染了 其实我们 其实我觉得现在其实是一个很需要我们 有有良心的 或者说有知识的人站出来说 这个生态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以前老说生物链 说死一个老虎有什么关系 死一个白鸡屯 这一个物种灭绝了有什么关系 现在我们就越来越有这种概念了 其实我们整个世界是一种生物链 而这种生物链的形成 是几十万年 甚至几亿年形成的 到了我们人类这发展的这二百年 就把一个一个的链全断了 对 薛老师我可以给你讲一个例子 就说明这种阴阴相扣的原因 就说奥斯卡获奖那个纪录片 就海豚湾 海豚湾就讲日本的某一个地方 那些环保组织就是偷偷的去 冒着生命危险 就拍就发现几千头海豚被他们围捕 整个海湾是红血 海豚的声音非常敏感 他们怎么弄 当当当就敲这个敲的声音 把它驱赶到一个弯里 然后就是除了敲走一些用于表演的海豚之外 几千头海豚就那么杀了 然后在海洋馆里卖海豚肉 那么这些环保者就认为 你说你为什么要卖海豚肉 因为海豚肉有毒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他就说在这个食物链 在海洋生物的食物链里 海豚的地位跟人的地位差不多 他们叫旗舰物种 对 那么环境 人类环境排出大量的拱 这个拱啊 开头是在最低的最小的细胞里 但是呢 每被上一级的这个生物吃了 动物吃了 他就成倍的增加 也就是说海豚肉里边 含有的这个拱中毒啊 是相当高的 所以他们说 为什么你还让人吃海豚肉呢 于是就是大声疾呼 甚至有时候会发现呢 日本那边是拿海豚肉冒充鲸鱼肉 在卖 在卖 你这么 所以你说这怎么能不影响到人呢 就环境和人之间 你看这个关系 对我今年春节 咱们可以先去上广告 汪老师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汪老师 你说春节 我大年初一 正好在京都参加一个世界环境大会 你倒是够忙了吗 没错 然后我就放了这个 因为我有 我刚刚看了这个海豚湾的这个电视 我就抠下了几张照片 我就当场放来着 这个照片 对 当时这个 我旁边坐的一个人 他就说他就研究怎么吃金鱼的 我当时真的是大声的跟他辩论 我就说 我说你难道不觉得 这个生灵在这种的屠杀之下的这种的叫声 而且那个屯都流出血的眼泪 那个片子 那片子拍的真的是 对拍的非常好 最近的新闻是 塔桑尼亚在战比亚这边又要要求处理 他堆积的很多象牙 想一次性处理掉 他需要得到一个许可 但是国际上都在担心说 如果这个事情通过的话 会进一步鼓励很多人去非法的补杀 其实我还想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生物链的时候 我们中国其实人应该不陌生 58年打麻雀 当时当成除四害 然后打了麻雀以后 那个粮食反而减产 因为有这个小鸟是吃虫子的 对 吃害虫的 四害 那时候有四害老鼠 所以这个害虫实际上是我们人的那个一种观念 我们认为这是害 但是其实在这生物链中 每个动物 每个生物都有它的存在的意义 没有它所承担的这种责任 我现在有一种感觉 就跟说啊 比如说讲政治 他们会讲冷兵器的时代和这个热兵器的时代 这个政治都有根本的不同 这个自然屠杀自然这事也是这样 你比如说捕海豚或者捕鲸鱼 你知道吗 过去日本人捕你也没有问题 可是你现在 你这个高科技啊 你一下可以 你可以把全世界的鲸鱼都打了 那么你说你 你的人的行为没影响自然 我想有一天科学家就会证实 今天的沙尘暴 是因为大自然的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哪一个链条是被 因为我们人类去把它给干掉了 现在还不是那么清楚 我内蒙那个湖的沙尝 我们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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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身体